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桥蛋的表现确实是被嫌弃他但要尽全力帮助他的坏兄弟们完全盖过 但还是延续64期海农专题的说法 在文斯莫克兄弟四人之中除了一致之外 其他二致即便现在实力暴走恐怕也已经很难超越三致 而且也可以十分肯定的是 三致这个失败品固定会超越所有成功品 成为出自文斯莫克的最强战力 只不过但高岛的部分韦田似乎一直都在有意的 让三致以一种善良和情感的方式来拯救他的三致年 为了这一点对于三致现在的战斗实力 韦田似乎也在有意可知 要不是和他有个短暂交锋的 下一次家族的这三个实力强大的三毛团兄弟 三致在三高岛实力已经非常强大的事实 也许就真的要被埋没了 我们先从在三致年真正抢了随人风头的卡塔库里来说起 关于他的反派魅力我们已经说过太多 这个值得敬畏的强者在查发会 对三致的那次攻击被躲过 也许即便是他也是难以预料的 要知道三致时代最强剑额色 卡塔库里偷袭他的时候躲过攻击的 除去剑额色在预知的层面 这是陆飞和卡塔库里大战 激临死亡之后突破剑额色才能达到的程度 也正是这萧红的一个躲闪 才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山智同学可怕的实力 其实结合山智在两年间一直在 人妖们的围之堵截中奔跑的极端情况 也就不能解释为何山智同学能练就出 这样一身强势的超级剑额色了 在无疑式的情况下躲过卡塔库里的偷袭 单做这点就足够让大家明确 山智现在的实力段位了 接下来是三兄弟中的 真坑果实能力者大夫 虽然常常会上因为出其不意的魔人 山智曾被大夫擒住 但在两人第二次碰面中 面对大夫能力下更巨大和强大的武装色魔人 挡住他的攻击 山智就只用了一脚 从剧情的走向来说 虽然这次卡塔大夫的较量 很有可能会被打断 但这一下已经足够展现出 山智在武装色上的强势了 这也不禁让人意识到 草帽团的武装色不光有锁龙 其实还有黑族山智 最后一位是三胞胎中最小的 热果实能力者欧文 即便有可能是三胞胎中最弱的一个 欧文也可以说是一个准将星级别的属在 而正是和欧文的那次短暂交锋 山智才被迫的在蛋糕岛 为我们展现了一次真实的实力 在整个行动之中 山智在迎面提到欧文的情况下 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欧文发现 这一系列的急速动作 也是在之前的海装巨星之中 我们所从未看到过的 这多少也就能表明 一致在一定范围的瞬移 也许山智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对于山智攻击欧文 却未被发现的这个事件 最值得注意和说明的地方还是 山智在攻击到欧文的瞬间 所产生的疑似卡塔库利和路飞 在攻击时所产生的把王色脉冲 这可以算是 既在余人岛他和索隆都对路飞的 把王色见怪不怪之后 韦田又一次非常爱美的暗示 草帽团三大主力之一的 除此山智其实就具备 那百万才出其一的把王色霸气 虽然欧文现在已经被抑制中伤 但因为卡塔库利的原因 还是让萨洛特三兄弟的实力 远超过文斯莫克三兄弟 也正是他们的强大 恰好从三种霸气的层面 佐证了山智现在所潜在的 全面而强大的实力 正如上文所说的 山智年的山智 正以另一种非武力的方式 来拯救他的伙伴和家人 不管是文斯莫克三兄弟 还是萨洛特家族的三兄弟 说到头来 他们还是要衬托 草帽团的厨师 好了 本期内容就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温航员 海宗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